每一個人的工廠都為了要生化 那是公司向來逃去 甚至是欠薪水 這是要怎樣呢 台南市政府劉工局一直以來 都是很重視到劉工的環境 剛才第一時間會派人 告訴公司了解到企業英文的總統以外 劉工企劃還有代償基金的代電制度 可以為劉工朋友帶來一些補充 這幾年都有聽過 企業經不好在這關門新聞 那是劉工遇到這種問題 要怎樣自己身處處理 這時候劉工會第一時間 跟公司來了解英文的總統 劉工企劃也有代償的基金 可以為劉工朋友帶來一些補充 因為董事長林氏 這樣的一個四四四王 結果董建事全部辭掉 可能這家公司擺明不經營 勞工就驚慌的 我們還是 不見反應進來 我們趕快就去擺明 勞工我們黎明 黎明不要慌 我們來做協助 那很好 我很感恩 裡面有一個員工 陳小姐 因為他本來負責人資 因為他還掌握 他就告分用出來說 相關資料的部分他可以幫忙 所以能夠把他 其實這樣 我剛才跟他在做分享 在肯定他的社會 又有很多官工 東林 出來倒散 他這個資料整理好了 所以我們可以幫助 相關的這樣的一個代電的作息 幫助我們勞工朋友 他針對債權的確定部分 所以在發生這種 比較屬於 比較重大的勞職爭議案件 或者可能有雇主 他針對這個資錢 會預告工資 因為雇主他可能惡性倒閉 行為不明等等 我們 勞工局一般都會善用 律師跟會計師 先入場查爾的預防機制 但是 後續如果真的也發生這種 這種經營不善倒閉的情形的話 我們可能就先的 會進入所謂的調解程序 藉由調理程序來幫 這些勞工朋友確定他們應該 領合工資資典費 今年三月就有資金公司 向上倒閉 讓萬港都很害怕 他們出來找勞工局的到三天 現在經過勞工局的合作 沒有現在處理台南台風歡迎的 證明之後 勞工局又呼籲勞工來準備相關的資料 沒有現在已經進入新雜當中 公司勞工局已經發生事故 那一開始我們其實內部很慌張 因為畢竟緊接著就是發新資日 那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那我們就打電話到勞工局尋求幫忙 那幸好勞工局就是一步一步教我們該怎麼做 那導致我們一直到現在 我們那些資料也都整理完備 也都送我們勞工部那邊做申請資金電財 勞工局也好友勞工 並相信他要保存相關的東西 但是剛才有告知 欠薪水又沒有辦法負責的進行 可以向勞工局來尋求協作 勞工局也一定會為勞工朋友的寬意 去吃中會吃進戶財紅包的 然後再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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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 谢谢大家